作为西蒙四党最年轻政党 土团党如今要扩展到沙拉越 敦马说当地可以看到蓝眼火箭和诚信党 就是没有土团党 基于众人的要求才有了这个计划 扩展到东马却不包括沙巴 敦马说这是因为他们是民兴党为盟友 提及国阵大选兵拜如山倒后引起党潮 敦马表示土团党会审视要跳仇到土团党的人 合不合适 至于巴掩塞海国会议员诺阿兹米 和弹文多浪州议员拿多伊斯麦卡辛 目前还没有讨论 另一方面随着财政部部长林冠 因发中文文告的风波闹得飞飞扬扬 那敦马今天也为他缓甲 表示这只是一个小事物 这是一个小失误 我并不想取得任何问题 做出一个问题 有时我们会做错误 我认为他应该在三角落 敦马也透露 完整内阁名单已经拍板定案 希望可以尽快让剩余的部长宣示 至于谁将入阁 敦马大卖官子表示很快就会知道 八度空间张宇林 八达林在野报道